西貢乘車到上堯起步, 經過萬宜峭, 上大枕蓋上花, 上魚花後落六湖郊遊徑, 去北潭路, 返回西貢 到了萬宜峭, 開始上大枕蓋 逛了一段路, 右邊可以看到萬宜水庫, 又要過另外一個山頭 上高一點, 我們可以看得遠一點, 萬宜水庫 現在往上山, 路不太難走 上大枕蓋, 路邊的第一棵 釣中花是本地的野生植物 可以生到三米高 它的叶是鲜、鹽、亮、荔 它的花是嬌、美、玲、龍 是一個可觀可想的野生植物 然後繼續上山 在路邊發現第二棵釣中花 影完照還要繼續上 今天星期四都有這麼多人上山看釣中花 現在看到大枕范山頂的西貢 吼西嬌、鑰西蝶 和鰻魚水庫 從這裡長上山坊 就可以看到很多釣中花 風很大、吹得很厲害 我拍照先 这些吊钟花是五至八叻一组 约摸是手指的弓那么大 呈现个中型 有五块粘的花板向外卷 好似个中型 吊钟花一般在一月下旬而上旬开 通常以前的人用来个年摆设 所以英文叫做Chinese New Year Flower 下来山坡可以在吊钟花底下四围穿梭 吊钟花由于被人斩伐得日益严重 所以以前港英政府在1913年禁止斩伐 所以吊钟花也得以保存 现在我们可以慢慢欣赏吊吊钟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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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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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现在开始下山了 下面那么多人一定是发现很大棵的吊钟花 一路走路边都有些吊钟花 好大风 看不清楚 拍得去吧 好大风 看不清楚 拍得去吧 明镜与点点栏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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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比较博熟的吊钟佛 路边的丹心组都挺漂亮的 沿途一路下山都见到很多吊种花 右边有一棵吊种花了 在吊种花下穿梭好像在花海里面 出之落山腰接回鹿湖家喉径 鹿湖家喉径仍然见到小梁吊种花 下山腰接回鹿湖家喉径仍然见到不淡路 多谢收看下次再见 下山腰接回鹿 olarak 你看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